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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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西門町 那在我身後的呢 這個表演團體 就是野人洞穴 他即將來參加我們畢業晚會的表演 待會兒就會進行詳細的訪問 請各位拭目以待囉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愛 也不會被 月亮代表 我的心 輕輕的 輕輕的 歌吻 已經打到我的心 深深的 短情 找我思念 找我思念 到如今 你問 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 你去想 你去看 一看 月亮代 表 我的心 能不能 你可以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 如果你去看 你去看 一看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你去看 深深的一般情 叫我思念大好入籍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一代 你愛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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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ès 月亮代表 我愛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意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愛你 野人洞穴這個名字呢 其實我叫野人不是叫野人洞穴 好 這個團體 野人洞穴也不是一個團體 這個已經就是被非常多人誤會了 就是我叫做野人 然後野人洞穴其實就是像野人的小窩一樣 對我來講當初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在我自己一個小房間裡面做音樂 覺得它像一個洞穴 所以我就叫野人洞穴 然後所以我就寫了野人洞穴這首歌 我也成立了野人洞穴這個粉絲團 謝謝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音樂這條路呢 其實我本來是做建築的 在事務所裡面上班 然後就是一直覺得 還是有一些不滿足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的指導教授說 我想要離開 然後他就是教授當然也是 去幫你當小朋友也要很疼你啊 就希望留你下來 他說你為什麼要走啊 我說因為我不想要五十歲的時候跟你一樣 然後他說你還是走吧 所以我就退伍之後我就開始 就決定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玩音樂這樣子 那你就是到目前為止遇過最大的困難 跟問題是什麼 就是被紅樓刁難啊 就是被紅樓刁難啊 好啦沒有還在情緒上面 就是其實真的困難很多 因為在台灣的環境 其實普遍對於藝文 特別是獨立是 是不夠健全的它的制度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有很多補助 或者是什麼在底下 可是實際上底下有很多你看不見的手在操作 所以說這中間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你甚至沒有辦法說 因為說出來可能你會踩到上面的人的線 你可能就默默的被暗殺了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murder 所以說有時候有一些狀況是不能夠那麼直接 可是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其實我真的是很直接的人 就是你在網路上看到的我就是真實的我 對 其實跟你現在面對面應該不會有什麼落差 至少講話上不會有什麼落差 對 所以 我一直相信音樂是很誠實的 我也相信我這樣的態度才可以做出最直接的音樂 對 那你做音樂到現在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其實就像現在這樣子啊 這就是很大的收穫 就是 當我在唱歌的時候底下一群人 這真的是最大的收穫 就是 對我來說唱歌就是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聽見 我希望我的聲音可以感動更多人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 聽到我音樂裡面的那個世界 他可以跟我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時常會說 歡迎光臨我的野人洞穴 因為當你們聽懂我歌詞裡面的意義 聽到我聲音裡面為什麼的情緒 那對我來說你們就跟我在同一個洞穴裡面 我就會覺得這是最最滿足的收穫 那想請問一下從你開始進入音樂這條路開始 有沒有那種死中的粉絲 就是可能 就是過沒幾天就會思緒你之類的 多少一定有啊 就是在 我都很珍惜這一些 就是最一開始 從我粉絲團 甚至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他們就 第一次在街頭聽到我唱歌 就 就從此之後幾乎每個禮拜都會看到的 就是 真的有時候都覺得 他們都聽不膩嗎 我都快唱膩了 對 有時候很佩服他們 然後也很 很感謝他們 他們都是我的動力 那就是你在我們的畢業晚會上面 有要表演乾杯這首歌 那 就是這首歌對你來說 有沒有哪裡比較困難呢 就是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選這首歌 超難唱 因為它很低 然後又高又很高 它的音域很廣 所以說 在現場表演上是 有點難度 而且它的編曲 比較不是一般的Full Band的編制可以演出 所以我跟我的團員也討論了一些編曲的細節 要怎麼樣去用我們的編制上面去呈現這首歌 去幫你們唱這首歌 可是 這首歌真的寫得很棒 然後 它的歌詞也非常非常的適合貼切 在畢業季這個時候 送給你們 所以我也很期待那天的表演 哈囉 單風當中的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在畢業舞會上面 為你們獻唱 那 希望大家 高中畢業以後呢 進入大學呢 都能夠 好好的 找到自己的夢想 然後用力的去追 用力的去玩 那 我們 五月底見喔